大家好 我是蔡英文 端午連假祝福全體國人平安健康 我知道大家一起防疫兩年多 都很辛苦 甚至有些疲累 但在這個關鍵的時刻 我們繼續拚一下 一定可以度過疫情的挑戰 大家很關心的兒童防疫量 到現在為止 已經到獲的輝瑞兒童疫苗 累計共有110.88萬劑 現在台灣5到11歲的小朋友 有99萬是符合接種資格的對象 所以目前的疫苗數量相當充足 中央政府也和地方政府合作 設置接種站 來加速提升兒童疫苗接種率 從6月1日開始 在六都一共有7個大型兒童接種站 已經開始正式上午 我知道也有許多的家長 計畫利用連假帶家裡的小朋友去打疫苗 我要感謝我們家長們的配合 一起提升兒童疫苗接種率 來增加學童集體的保護力 在這裡我要特別感謝在連假期間 支援接種疫苗的醫護朋友 也謝謝所有第一線的防疫人員 謝謝大家為台灣的防疫所做的努力和付出 防疫需要每一個人的力量 我想跟大家說現在是2022年的6月 去年的這個時期 因為大家共同配合防疫 我們才能夠克服疫情的挑戰 現在台灣也處在疫情非常關鍵的階段 我要拜託大家過端午打疫苗 保健康保護台灣 繼續團結 堅持防疫 謝謝大家 祝大家端午節快樂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